終於在這個大部分人已經放了工 下一個天都黑了的時間 我可以坐下來慢慢試這11隻耳機 之前其實沒有說過它的名字 我試一下可以不可以一次讀完 TRIFI Lola 10X3 Pro 16V2 Pro 13V2 Pro 11 Pro Roseanne 3X Pro AFR AMG Layla 希望沒有讀錯 我現在會反覆地試一下 找筆子寫下比較一下 然後給大家聽感 希望作出一個參考 看一看 TRIFI黑色這款是有現貨 不知道可以賣味 總之你買就能買到 但這些全部都是CM 即是你喜歡哪一款的聲音 都要訂做 沒錯 我現在開始試 其實差不多聽了一個多小時 我剛才試過三輪的聲音 然後我就會篩走一些我沒有印象的 然後就剩下幾隻 我覺得挺喜歡的 挺適合我的口味 然後再聽 聽完 再剩下三隻 再反覆聽 就排一個排名出來 就剩下三隻 我最喜歡的 好了 告訴你 第三位 第三位就是這個 TRIFI 有些意外 我以為TRIFI會是第一位 因為TRIFI不是裡面最貴的 TRIFI都是四位數幾千塊 TRIFI是很舒服 但聲音不是我最喜歡的 我覺得OK 我有喜歡的地方 但不是我最喜歡的 不過是我戴得最舒服 因為可能它不是CM 而它製造的膠 比較大眾化一點的 尺寸 那我塞進就覺得 有幾舒適 我一戴上去 那第二位 第二位是 AFR 那AFR 它原來有一個 有一個設計 很有趣的 大家看到有一個白色的洞 那那個白色的洞 原來你可以有 或者沒有的 如果你要沒有的話 你訂做沒有的話 就是抹封了它 有的話它就會保留 那原來是怎麼用的呢 就是原來是一些 藝人 他真的用這個 已經去出show的時候 他如果選擇有個洞的話 就是他要聽到 現場外面的聲音 如果你不喜歡 聽到現場外面的聲音 你自己就封掉了 但是有些藝人喜歡 知道別人的Live 那個反應 或者一些觀眾的聲音 可能是這樣 所以他可以保留一個 你聽到外面的聲音 一個洞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特別 我沒有關係 我不是喜歡這個設計 我純粹喜歡它的聲音 第一位 第一位我最喜歡的就是 3X Pro 3X Pro 各樣東西都很平均 然後我聽得很舒服 Size也適合我 我不用做CM 其實我就這樣戴這個3X Pro 我也覺得有點舒服 我聽到我沒有挑剔 非常標準 得來又有些美 這些都是我最喜歡的 所有東西都塗 我這隻我就找不到挑剔 你平衡的東西我就挑剔不了 你不平衡的東西我才挑剔不了 而最諷刺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諷刺 最吊詭的是 3X Pro 偏偏就是桌面所有耳機裡面 最便宜的那隻 即是可能你說我 木耳 又或者聽不出一些很高階的耳機 又或者可能是iPhone 不能夠令到他們 發揮他們的水準 總之我就最便宜的3X Pro 我是最喜歡的 所以如果有志 想試一下這個JH CM系列的朋友 不妨去聽一下這個3X Pro 3X Pro是我的推介 然後如果有一隻很平均的耳機 你聽到真的喜歡 那做一隻CM 長用的 那我覺得都可以 如果你不想等的 那我來試一下Try-Fi CM